梦陷这些可怕的东西,竟是好运来临的预兆。 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梦境其实是现实生活的反射。 有些梦是急梦,暗示住我们最近急腔要发大财,行好运。 有些梦是凶梦,暗示住我们急腔倒霉运。 每个人都会在晚上做梦,这些梦境千奇百怪,因人而异。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来分享下哪些梦境是发大财,好运来临的前兆。 梦现家里起火,月明做梦者最近可能有些囊中羞涩,为了钱的事而烦恼操心不断。 但是,做这种梦以后,财运水涨船高,大吉大利。 尤其是梦现怎么也扑不灭,并且越烧越旺的大火,则此为红红火火大发大望之相。 梦现棺材相信很多,人都觉得棺材是一种可怕又不吉利的东西,如果你梦到了棺材,不要害怕,因为这是吉祥的执照。 说明做梦人的好运极枪来临,大吉大利,如果梦到棺材,被他人帮忙抬进到你的家中。 这正好就是人们常说的棺材棺材,升官发财之执照。 梦现被蛇咬,蛇是很有灵性的动物,它一般代表住财富,如果梦到了被蛇咬。 说明做梦人最近的财运极佳,会有非常多致富的途径。 除此之外,事业上也会有贵人扶持,事业蒸蒸日上,财路大开。 梦现水在命与学中,水未财,水能生财。 如果一个人梦现水,那么恭喜你,可能近期枪会有财富到来,尤其是如果是非常大的水。 比如说江河湖海,那么可能财富更旺,好运更多,各方面的机会都会出现一个新的高度。 这样的日子自然是需要好好珍惜,最终才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。 所以梦现水之后,千万不要惊慌失措,要学会正确利用这种好运势,才能富贵加深。 梦现血液,很多人认为是不吉利的,现红,其实在梦境之中刚好相反,如果梦现流血,可能枪会有大好机会出现,尤其是在偏财运势上,更会有大好机会出现。 这一段时间枪会有很大的变化,不管是在财运上,还是在感情方面,都是非常顺利的阶段。 所以要学会抓住这一段好机会。 所以,梦现血就是代表了大财到来,请珍惜。 梦现光光是代表了一个人的希望,如果一个人在梦中梦现光,说明近期财运爆棚,各方面的运势会非常旺,尤其是贵人运,事到来,会让他们的事业更加顺利,会有升职加薪的好机会出现,尤其是女人们。 如果梦现光亮,说明近期困扰自己的事情会慢慢消失,好运到来机会多多。 所以梦现光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好心情,肯定会有好运到来,财运,爆发的好局面出现。